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然後還有一個床跟一個房間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的吧台 這空間很大耶 然後廁所就是在一進門的左手邊這裡 一個沖澡的空間 很溫馨的一個房間 好安 這裡是我們在空木有這個水果小鎮這裡住的房間 昨天晚上已經稍微介紹過了 然後其實它後面這裡陽台打開 陽台打開這裡 它這裡沒有很多房間 大概是三間左右這樣子而已 可是它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後花園 然後還可以在那邊BBQ 然後夏天的時候這個泳池還會開放 其實很適合三個家庭來這邊住耶 然後就可以一起在這邊玩水啊 然後BBQ啊 在後花園這邊玩 然後其實屋主就是住在旁邊而已 然後其實我們昨天晚上很晚的時候到 也是就在旁邊拿鑰匙而已 旁邊 其實在Cornwell這個水果小鎮啊 它就是在瓦娜卡跟 Queenstown的中間 都距離大概一小時而已 然後也比較少人會在這邊住一天 大部分人就直接住到瓦娜卡或是Queenstown這樣子 但如果有時間的話 在這裡住一個晚上也是蠻不錯的 在這裡慢慢玩慢慢逛 這邊體驗這邊的生活也是蠻好的 我們在Cornwell這個水果小鎮這裡 是一個Gateway 它這裡是一個B&B 它房間沒有很多 大概只有三間而已 然後我們昨天一晚到這邊 所以我今天晚上來拍這個Gateway 在公路開過去的這段路上就可以看到這個大大的 大大的水果的裝置藝術在這裡很明顯 很可愛 我們現在在Cornwell的市區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試著租 看看有沒有腳踏車可以租 它這邊大部分都是登山車 因為有些人地勤的關係 很適合騎登山車或是Grabble Bike 看這裡全部都是登山車 然後也是很多自尼的品牌 然後還有電腐車 他們這裡的電腐車非常多的氣 然後我們剛來這一家Bike-In-Out 問有沒有腳踏車可以租 然後他叫我們去他們的租人的地方 在前面的Brown House的旁邊 他這家的外面就放了很多腳踏車欸 我們現在來這裡租腳踏車 終於租到了 租了兩台Track的車 終於有腳踏車了 可以去比較遠的地方了 這就是Try Island VisipisTry Island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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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以帶你去腳踏車 對 對 我們借好腳踏車了 我們現在要去逛一下 空母有這個鎮 然後剛剛還推薦我們的幾條路線 然後他還怕借我這個可以放東西的 現在我們在空母有這邊我們租到了腳踏車 兩台Grabble Bike 我們現在這樣去逛這個城市 這個小鎮 然後回去兩個景的路線 然後這一路上都是四面龍山 而且都是雪山所以超漂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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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沿著河邊騎 然後這個景是超級無敵美的 看隨隨便便我們就想要停下來 拍照 然後這個是雪山 我們現在騎到這個湖邊 然後我們等一下進來救城區 這個湖就是長這樣子 原來騎 然後在湖邊這邊也停了幾台露營車 這裡有車座 我們現在騎到了這個45度的地方 就是這裡 然後這邊就是南極 看這個湖超美的 而且旁邊有雪山的景 然後他這邊走上去 從這裡走上去還會有一個小小的拍照點 我們現在前往這個老城區 走 很棒 謝謝 我們剛才是在這道路上 剛好有一個住在這裡的區域 在外面整理他的花園 他就跟我們說怎麼過去 然後我們現在沿著這個湖邊 現在騎到我們今天中午要吃午餐的地方 就是這一間 這一間 Stalker Room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腳踏車停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進去 這裡超大的欸 然後我們今天也是用First Table訂的這一間餐廳 然後我們的單車停在那邊 然後旁邊這裡就是有一個酒莊Wine Testing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餐廳是在這裡 Wow 然後上面這裡就是他們的廚房 然後他們是用木頭去烘烤它的肉 它這裡就是有室外址的位置跟室內區的位置 然後現在是冬天所以大家都坐在室內 我們點了這個雞肉跟牛肉 然後是350克的 然後還有沙拉、梨麥沙拉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格力桌點了一個起司房 第五部看起來非常好吃 所以我們又加進了一個 都不知道吃不吃的嗎 這沙拉有好多料喔 它有果乾、有銀麥、冰嘴豆 然後這上面這一片是起司 超好吃的欸 我剛剛吃了一口雞肉 我覺得超好吃的 你知道嗎? 而且它沾這個醬 很適合欸 這個應該是HARI MASTER的醬吧 我覺得超適合的 然後剛剛小球吃的牛排 而且他們覺得很好吃 默默的點頭 然後今天是禮拜一的中午 然後這間店居然是非常多人 而且在這一個非常小的小鎮上面 它這個牛肉跟雞肉啊 就是我剛剛看到他們的廚房 用那個桶子裡面 在那邊盒著 我覺得超好吃的 然後就跟它這邊的沙拉 就不會像是全部都是菜 它還有很多種不同層次的口感 就很好欸 它會有脆脆的 那我們剛剛看別做點了這個起司法度 所以我們加點了這個 看起來就超厲害的啊 這個起司法度怎麼這麼亮啊 哈哈哈哈 這很金黃色欸 它這邊還有酒在賣 然後連這個桶子也在賣 2095元一個 然後很多人在這邊喝酒完啊 他就直接在這邊買了 就是他買這邊的 我覺得這間算是我們這牛肉 是因為我覺得最好吃的一間店了吧 當然這間也是最貴的啊 可是還好我們是用First Table訂 所以我們有半價 現在我們才花了61塊 我們現在吃完午餐 那我們現在要往老城去 現在起到Junction luck 我們以為到了 所以 然後我們 get me in here compost ánh 其實真的好冷喔 看起來是有太陽 可是非常冷 然後我們現在騎到他們的老城區 這裡 下去 好 那我們現在把車子停在這裡 我們現在去這個老城區 走走 以前這個老城區啊原本是在這邊 然後因為建造大爆的關係 他這邊淹水了 所以他們把現在這邊老城區的房子呢 移到這邊來 就是我身後現在的這邊的房子 然後我身後這裡就是 Conewell老城區的地圖 這個房子真的 很有臨時感耶 然後剛剛這房子在這裡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展示的嘛 然後我現在走起來這邊 他這邊還有一支也是在展示以前的樣子 給大家看 像這個 這些都是 像我前面是這一個啊 看一下 Mondon House Stable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今天店啊我剛剛看他旁邊牌子寫它 1878年 就有了耶 1878到1982年 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水果小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他們這裡呢 水果店這邊看看 所以我們就來到一家 在Google Map上面找到的 Wips Blue 這家的小店 然後它旁邊都是它的果園 它有蘋果跟椅子 然後現在它是一個無人商店耶 然後它這邊有一袋一袋的 一袋一袋的水果 然後它自己付錢 在這邊 這邊的水果超便宜 蘋果超便宜的 它這樣子 一大袋才24塊 然後我們選了一包梨子 10塊錢 還可以在這裡刷卡喔 自助刷卡完成 現在3點15分 然後我們剛剛把腳踏車拿去還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他們的這個Town Center 就是我們昨天晚餐 買晚餐的地方 這裡看一下 這裡大部分的店都沒有開耶 然後去了一間24x7的健身房 那我們現在在搭事站這邊等公車了 然後我們搭6點的Bus 回Queens Town 那我們今天一個整天都是在Conewell這裡 然後我們早上就去騎腳踏車到老城去那邊逛逛 然後吃個午餐 然後就回來Town Center這邊逛一逛 然後就等公車大概一天的行程 其實大家通常都是只來這裡停留一個小時 那我們今天是有一天的行程 也覺得蠻不錯的 蠻好玩的 好看 我們可以帶來這裡 我們可以幫忙 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可以帶來這裡